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智慧 我是徐樂坊的上海菜師傅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租流魚塊 材料很簡單 這是在街市買的龍利樓 這個龍利樓唯一的好處就是快熟 但煮這個菜也有少許秘技 導致我會帶給大家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上海菜是有少許酒味的 所以我們有上海菜的租酒 租酒一定要去上海南貨店才買到 有兩個酒 上海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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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一樣百個人都買到了 其他的比較遲些 就要在外面 首先是切魚塊 因為要醃一醃 這個魚塊 還有一條紋 便會有斜刀 等容量ج碗 一二三 相细 因为这些很快熟,所以不用怕 这些可以偷偷 如果太小,就一开二 这些可以一开三 这些可以的 如果到这么尴尬的位置,就没办法 偷偷去,这些不要腌 这些可以一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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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水分是很重的 我会教大家用毛巾锁一锁 锁一锁 锁一锁一锁 一会儿你锁一锁 锁一锁一锁 lok 在这些量用毛巾锁一锁 开始锁 頭髮 纸巾盖 嘿咯 这些肉痛 肉只需要干 然后我也教大家 这家 gel 至少许少许少许鹼 OR shifu 不免质头 菜吃 这些可以 就行了 還有一隻雞蛋青 一隻雞蛋青 一隻雞蛋青 拌勻 因為雞蛋青 將它煮出來 魚肉會比較白 比較滑 所以剛才教大家 為什麼要吸乾魚肉呢 就是這樣 感覺上 將它煮至少許黏 然後再加生粉 再加生粉 有這麼多的 開始就先加少許 用這麼多 因為生粉會黏著 雞蛋青的味道 待會煮出來 就會變得更滑 差不多了 我最多加少許 就可以了 少許可以了 少許可以了 好了 放少許油 少許可以了 這樣 為何要煮魚肉呢 煮魚醃一醃 入味 好了 接著我們才做下一個程序 等一下 放在旁邊 三幾分鐘就可以了 OK 接著我們就切屁料 這些雲耳 在街市買的新鮮 才行 回來 最重要是剪掉頭 剪掉頭 因為頭比較硬 剪掉頭 剪掉頭 我們的配料 就是 蔥 切一切 我們只需要蔥段 很簡單 蔥段 細心 剪掉 剪掉 这三个配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准备去煮 现在大家就开始煮粥鱼块了 然后我们首先把鱼鱼下锅 下锅 让它煮一煮 煮两分钟左右 鱼鱼放在底下 好了 我们将鱼鱼捞起来 如何捞起来 这些鱼鱼更有用的 不要浪费 我们在家里不用弄到自己的模糊 先捞起来 鱼鱼块 如果我们做餐厅 我们可能有飞水或拉油 我们在家里也不会弄到油 我们要下鱼块 技巧在这里 先关火 为何关火 因为鱼块本身有数量 因为这些鱼鱼鱼是很快熟的 如果开鱼火下去 内角就是再开鱼火 然后到中间也不需要吃鱼鱼 那些鱼鱼已经熟了 companies already熟了 最后 已经流失一下 第二个泡煮水 wałい 也未熟 开放新鱼时 于如何关火 就被烧毓了 滾一下 在这段时间 我们已经吹了水 这段时间了 因为有很多水分 我可以放进去 放进去备用 待会我会教大家 为何放进去 这样就开始浮起 浮起 放进去 全熟 现在已经熟了 这样就熟了 现在我们 放进去 好了 接着我教大家 如何放入味道汁 首先 少许油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少许油就可以了 放少许蒜片 让它有点味 煎香 煎香之后 我们放少许水 接着我们要放些什么 这个就是 酒样 酒样有点酒香味 你也吃过酒样小丸子 大家也知道 这些是粥鱼 这些真的是上午夜 花雕 记住 因为这些材料 都是偏咸的 所以你们煮的时候 就不要浸太多盐 如果不是 就很咸 接着我们再放些糖 加少许盐 不要太想 有点糖 满 这个味 有点 除了是 酒香 之外 是甜中大咸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 放少许盐 挎煎 就开 不急 慢慢推 這個醬汁是要掛上去的 這個醬汁不是炒菜 醬汁會大一點 所以醬汁會大一點 我認為還差一點 希望有些愉快給大家知道 這個時候關小火 不要太大火 然後調一下少許色 少許就可以了 整個色條不同 好像有少許金色 好 接著我們加點蔥 最後才可以愉快 這樣稍微不斷煮 不斷煮就行了 因為不要炒菜 魚肉會很快熟 和很滑 所以就不要炒菜 接著加點油 好 那我們就可以上菜了